大家好 我是Mira 我現在是一個深夜素顏的狀態 所以我就免得露面跟大家打招呼了 我這麼想跟大家說的就是 要來的東西終於要來 大家記不記得我應該是 3月還是4月份的時候 不是撿過我的廚房的 那時候我有說過很快就會輪到我的衣帽間 然而我一直都沒有理會 在逃避的 在這段影片 我就要來撿我的衣帽間了 為什麼我會忽然間來撿我的衣帽間呢? 話說我訂了一個新的梳化 大家應該會很好奇 明明我現在這個梳化好好的 為什麼我要換呢? 它不是一個貴的梳化 它是一個8萬瓦的梳化 其實真的超級便宜 所以它的質感我覺得不是太好 這個梳化我就用了一年半 現在鋪了布就不會覺得有什麼問題 但其實梳化的邊位 我覺得有點好像快要冷靜 因為我經常都是這樣 不是睡在梳化上嗎? 大家都知道睡在梳化上睡在天亮 兩邊的這個扶手位都有點問題 然後其實這張梳化真的很小 其實它聲證在二人梳化 但是它兩個人坐的會很擠 我覺得我自己一個人坐是剛剛好 加上我平時睡在梳化 我的腳會突出 而且這個闊度是超級不闊 所以其實整張梳化坐下去 是不舒服的 其實它比這一張更差 而這一張單人梳化更好 因為它這個闊度是闊很多 所以呢 就是時候要換它了 新的梳化來了之後 這一張梳化怎麼處理呢? 我就打算 把它放在我的衣帽裡面 所以呢 我就要面對現實了 是否很無語啊? 我現在真的完全100%沒有形象 這樣公開 我的衣帽給大家看 我想說這一張衣服呢 其實不是經常在這裡 都不知為什麼會慢慢堆積 變成一座山 然後我有很多袋 很多衣服其實要換鬼 我還沒收拾 我打算沙發會搬進來 所以現在就要來收拾 收拾東西就代表扔東西 所以現在就要來斷捨離 其實外面這一扎衣服 就是經常都會穿的 反而是衣櫃裡面的衣服 我就很少拿出來 所以現在我要做的 就是把衣櫃衣衣 清掉出來之後 然後把這一扎衣 可以洗的就洗 然後就塞下來 對 會有一個很大的工程 好 我現在開始了 我現在就要把衣櫃衣的衣櫃 可以洗到衣櫃址 將著用這個衣櫃 很油就入綿 很奶油 真是早上 haar肌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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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收拾了几天的东西 终于让我搞定我房间和厅了 现在就要来跟大家公开 我的新客厅 DANG 这个就是新的梳化 今次买的这个梳化是 三人梳化 因为之前那个是二人梳化 它说是二人梳化 但其实两个人坐下去是很逼的 通常有个人坐下去之后 第二个人都不好意思就坐下去了 但现在这个梳化超级大 刚刚fit我的身高 我的脚是完全可以塞在这个梳化上 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可以忍受 那张梳化做了年半 这张梳化其实不单单是这样三人 它还有这个cushion 本身就是你可以 它本身如果这样放过来 就是L梳化 但是已经有这个梳化的关系 而它放在这个位置 又会弄到整个梳化的位置 整个茶几的位置很逼 迫于无路之下 就只可以这样放在这里 眼尼的朋友应该也有发觉有少少不同了 那就是本身这张米色的布 是铺在梳化面的 其实梳化我都特地選米色的 所以我想混合整个空间 但其实可能之后有机会我会转色 但是现在这个moment 我整个空间都是要很光亮 木是米白色通 所以就买米色了 米色的布就铺在这里 因为它本身是灰色 那本身铺在这里的那块 就是这一块 其实我真的觉得它很美 但是这个环境我觉得它有少少 它有少少突压 我本身想这样铺在这里 但是好像多一点东西 所以还是拿开 拿开就好一点 那这块布就先收起来 那客厅的部分呢 就介绍完了 那现在呢 就要公开我的衣服间给大家看了 我相信大家应该是期待了超久 其实我自己也期待了很久 好 试隔一年半 除了刚刚搬来那次之外 终于我觉得我可以拍这间房子给大家看了 好啦 那我现在就在收拾这一边 因为我想有一个很明显的before和after 所以现在我要拍一拍的before给大家看 哇 是不是超级整齐 我也想不到自己有这么整齐的一面可以给大家看 上面就是放一些电器或者相机的隔壁 那我就没动的 那这一格就是放文件 那一直都有这样的状态 所以我没特别动 而下面这一边呢 那就是我的头裤门 其实本身CAT帽我应该有数量 但发觉其实我有一半以上真的不用了 所以我就把它们清掉了 然后旁边这一格呢 就是放一些相机袋 还有我买了很多个那些 现场线回来 还要电器类的 放这边 这一格呢就是放一些之前 买下的一些盒子 因为呢 通常他们这些盒子都是很稳固 很硬正 是非常之好用来摆东西的 之后有用的时候呢 就会用它们来装东西了 那这边就是手饰区 那这个架呢 没怎么移动的 因为我本身 看人眼镜标的都不是很多 那乱的其实是这一部分 但我现在已经用完所有盒子去分类了 首先这个呢就是我最多的 耳環 耳環我都清了一半走 那之前会把耳環全部摊出来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我看不到东西的话 我就不会用了 但是后来我发觉 其实东西放出来只会封尘 所以现在就想着用盖子这样 盖住 一来没那么多层 二来反正我放不放出来 如果一些东西我不用的 都是会不用的了 那所以 嗯 然后这边就是 都是一些 饰品门 戒指 都是耳環 是耳環 手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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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牙 这两块颈子 那这个 小红的后面 其实内有乾坤的 我就放了一些 衣物的噴霧 这边有特地用个桶去塞好所有东西 那是头发类啊 spray啊 或者一些止汗的东西 那这边呢 就是我的香水门 那一看一看我发觉原来 我的香水门不是真的很多 大致上它是用牌子 因为它分了淚 后面是Jumalong 前面呢 就是这个Demeter 那这边就是Puli 一个韩国牌子来的 那后面是有Dior 然后 然后有Body Shop 那这个呢 就是放女士的用品 这边呢 放一些 Skin Care 啊 这个就是放一些 绿绿 那边就是这边呢 然后怎么可以缺少这个香氛的部分 所以这边是有两个Diffuser 好 看完这边了 再来 旁边呢 就是有个 沙发 我的旧沙发 喂 现在这样看 真的觉得很小的 那样沙发 其实真的还是很新的 但是它这些位置呢 有点少 你会感觉到有点凹了下去 所以其实坐多两个坐 应该都真的 可能会难 暂时还能坐 而且因为在韩国拔垃圾 是要自己付钱的 那拔一个沙发应该都要 可能付200元 我猜 所以暂时不想付钱 所以呢 依然保持在我的房间 而旁边呢 就是我的手袋区 然后这样看看 我发觉我比较多是斜背袋 基本上我全部都是斜背袋 这里全部都是斜背袋 不过就是小一点的 斜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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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就放了我的乙夫帽 越买越多乙夫帽 然后再过来旁边呢 就是我放衣服的地方 好 那因为呢 我有断捨离了衣服 所以现在我剩下的衣服 不是说真的太多 所以呢 就算我现在把衣架缩短了 只用这个L字位 也算是够放的 而且下面呢 我觉得我非常成功 我真的觉得很善用空间 我就把本身是直的櫃 我就橫放 那里面就放了我夏天的T恤 短袖T恤 那因为它没有门的关系呢 我感觉我很惹疼 所以我就用这块布去这样盖住 那然后呢 旁边这个位呢 就是 放了你的髒衣服 我后来也是觉得 需要用一个盒子 这样整理好一堆呢 是看上去会 比较整洁很多 对 但是大家是不是发觉 整间房好像没了一些东西 没错 就是没了一块镜 因为我那块镜呢 放了出厅 所以之后可能会买一块镜 放在这个位置 那我平时吹头也夹头 就可以干干好那个位置 终于 以后我家屋呢 真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拍到片 好感动啊 现在非常满足 我发觉呢 我是很典型的那种 平时是不太收拾东西 很不喜欢收拾东西 但是如果一收拾呢 就会收拾得很彻底的 好像今次这样 我把更衣室呢 就是完全改头换面了 我现在是超级有满足感 然后我觉得这个沙发真的很舒服 所以大家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住 或者你未来有计划过自己 要一个人出去住的时候 如果你是要买沙发的话 真的要看得很清楚 因为其实虽然我这个是网购 我也没有亲身试过 但是沙发真的 原来不可以买得太小 如果你家屋的空间是够的话 真的不要买太小的沙发 因为沙发是真的要坐得舒服 而且不是很贵的 这张沙发是26万 就是千多元港币 我本身的沙发是8万万 我又买回来的第一天我已经说不舒服 但为什么我买那张呢 其实某程度上是因为便宜 因为本身这家屋只签了一年约 所以在想如果搬屋的时候可能很麻烦 所以就打算买一些便宜的家具 但不贵不贵住了这么久 而每次坐下沙发的时候 我都有同一个想法 就是为什么我会买了那张沙发呢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自己一个人住的小分享 我发觉人是真的需要断捨你的 因为只要你收拾东西 你就会发觉原来自己有很多东西 没有怎么用过 甚至乎是不需要 你根本买回来之后 忘记了它的存在 所以偶尔来一个断捨 我觉得对人也是一个挺好的习惯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今天分享的话 那请关注我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多谢观看 By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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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